獨派是不怕的 那誰來承擔呢 就是台灣的老百姓 所以他這個講話是完全 不要說不對兩岸關係負責 他是不對台灣 他對台灣老百姓的生活 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一個講法 你有顧忌到台灣的這個老百姓的生活嗎 我們要的是安定 我們要是一個生活的一個幸福 你這個講話 你把所有的東西都放 你把所有都放到賭桌上去講 所以你 你會不知道 你講這句話 你講這些話 大陸不會軍演吧 你賴清德 你演講在那邊不負責任的 這樣子把你的告白 心裡告白 把你的信仰講了以後 今天又搞得一團亂啊 你以為大陸 只有一個軍演就結束了嗎 照我們來看的話 真正對台灣 會有更大的 這個進一步的這個 老百姓都無感嘛對不對 那經濟方面呢 你現在還有多少的這個貿易量 跟中國大陸 賴清德有當一回事嗎 賴清德這批人是怎麼想的 你知道嗎 他們說不是台灣經濟靠大陸 是大陸經濟靠台灣 你要接受的話 你相信嗎 他說是大陸經濟靠台灣 那也就是說另外一方面 賴清德和平的 他說達成和平的四大方案 就是要 經濟自主 什麼叫自主 這些獨派的人都希望 兩岸的經濟關係跟貿易關係 是越疏離越好 越少越好 因為他認為大陸都是以商逼政 你跟我做生意 你都是有政治目標的 所以呢叫好不要做生意 好啊 你們這些政治人 我也不受影響 那你試試看 你跟大陸的這個經濟 貿易 你每年出操 你少兩百億美金 你看看台灣的社會 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們是不怕的 獨派是不怕的 那誰來承擔呢 就是台灣老百姓 所以他這個講話是完全 不要說 不對兩岸關係負責 他是不對 他對台灣老百姓的生活 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一個講法 對不對 你有顧忌到台灣的這個 老百姓的生活嗎 我們要的是安定 我們要是一個 生活的一個幸福 你這個講話 你把所有的東西都 你把所有都放到賭桌上去講 所以你 你會不知道 你講這句話 你講這些話 大陸不會軍演嗎 那事實上的話 你剛剛講了這個 美國政府立場 美國有一些 有一些媒體 他認為中國大陸 這次軍事演習 還是比較克制的 他有自我克制 已經是圍台演習了 還算是克制 他們認為是克制的 是可以接受的 這是美國有一些 他認為 你要別的國家的話 這個就是基本上 叫分離主義 因為今天聯合國 你不要老是看 美國的媒體 美國的政府也從常講 他不支持台灣獨立的 那聯合國今天的立場 今天你不要去問他 所以以前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們跟聯合國都打不交道 我們就說你不要去問他 你去問他 台灣到底是 在聯合國的 這個法律立場裡面 台灣是什麼地位 2758號 直接粵文就直接就講出來了 他說2758號 你去問他 台灣2758號就會決定 你再問他2758號 他一定給你一個標準答案 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是 就這樣 對 那你這樣子認定之下 很多國家像菲律賓來 為什麼講你是Internal Affairs 你是內部有分離主義勢力而已 任何國家對分離主義的力量的做法的話 有比這更嚴厲的 有比這個更嚴重的 所以我是覺得賴清德把理想 來綁架台灣大部分老百姓 沒有投票給他的人 而且對國家的這個法律定位 做了他個人的違法的一種權勢 也違憲了 你中華民國的國名是寫在憲法裡面的 你有什麼權利講說 你叫中華民國 你叫中華民國 你叫台灣都可以 這個是完全沒有法律觀念的一個做法 那是完全完全怎麼講 對台 他所人民給他的mandate 是一種完全完全的這種什麼 忽視 在完全完全的擴充自己的權利 可以做這種決定 他沒有那個mandate 他沒有這個授權 對這個國家的名稱做那樣子的這樣子 公開的這樣講話 這種情況發在別的地方的話 他老早就該下台了 賴清德是百分之百 把台獨當宗教信仰的人 所以有這種宗教信仰的人 他不會去考慮你那些什麼後果 他覺得有什麼時機 我可以怎麼樣的 這個往前進一步 那他把蔡英文從兩岸互不隸屬 已經推進到兩國互不隸屬 而且把中華民國不跟中國分離 所以這樣的一個演說的內容 就是我不覺得這個誰啊 我不覺得馬英九講說新娘國論 是一個恰當的一個形容詞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三合一台獨 中華民國是台獨 中華民國台灣是台獨 台灣當然更是台獨 所以三合一的台獨的理論 比較適合他這次演說的內容 那事前得到的消息 跟事後得到的狀況 對於北京來講是高度挫折 他覺得他的整個情報系統的 蒐集一個方面的 或者是台灣地區給他傳達的訊息 都是錯誤的 這種挫折感是無比的重 這第一個 第二個挫折感就是說 他北京原先不斷的透過馬英九 透過接鎮台灣很多人士 要鋪陳一種和平統一的路線 來迎接這個賴清德的感染支 結果現在拿到的是滿手流血的經濟 這個對北京來講的挫折感很重 換句話說他們會認為 和平統一的希望已經沒有了 這個希望已經從所有的普遍的 大陸上的網路上看得出來 現在大陸上以前被認為 比較主張和平統一的學者 現在悶聲不敢講話 通通被打臉 他們可能覺得這條路是走不通了 對因為這個挫折感非常非常的重 第三個挫折感我覺得才是更致命的挫折感 就是說在網路上已經可以看得 開始看得到一種聲音 習近平主席能夠擔任第三任的領導人 你怎麼會把台灣問題搞成這樣的局面 你的第三任領導人的正當性會受到很高度的解念跟挑戰 這個在網路上已經看到這樣的訊息 以前是會被封守了 可是現在竟然看得到 所以證實一件事情就是說 對習近平主席來講 他一定有高度的挫折感 所以他也有可能會採取其他的方式 因為在這種高度的挫折感 從第一層很明顯的 就是比較屬於媒體層面的挫折感 第二個層次呢 或是媒體情報訊息收集系統 第二個層次是對和平統一路線的絕望 那第三個是對習近平主席個人主張和平統一 以及他第三任期的一個嚴厲的挑戰 所以這個會動搖改變整個大陸的決策系統 也就是說現在大陸手上只剩下兩條路線的選擇 一 放棄統一 二 無力統一 已經沒有第三個選項了 所以變成兩岸之間的對決開始了 那對決開始就是要準備各種軍事的項目 或者為戰爭做準備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Mis HQ 黑鍵碰 maker 操作 Golf